最新的M4 iPad Pro 和 M2 iPad Air 终于在台湾开卖了 所以我们新一轮的比较又来了 手写笔我不敢说啦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使用者 购买iPad 都会去搭配键盘来去使用 这样子才能够让iPad的使用性大大的增加嘛 那这一次苹果官方的巧控键盘 我觉得是以为是大升级的 内部金属的材质增加了Haptic的功能 多了上面一整排的功能键 不过 永远都有一个Buds在那里 价格就摆在那里 13寸的小控键盘在价都210块 你就可以买一台全新的第10代iPad了 它的确有它的好 但是我认为在市场上面 一定能够找到CP值更高 质感好 价格更亲密的选择 所以我第一个直觉想到的就是Logitech 因为它们是有苹果授权技术的 也就是它可以去使用iPad背面的 这个Smart Connector的接口 可以去为键盘来去供电 省去了充电蓝牙延迟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帮大家全面的比较一下 看看哪一个更适合你 价格我直接放在这个表格上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无论是11寸或者是13寸的 M4 iPad Pro M2 iPad Air Logitech 它们都有推出全新升级的 Comfortouch键盘保护套 那最大的价差可以来到3000块 这也不算是一笔小数目了对吧 另外iPad Air的版本 除了M1和M2可以使用之外 更早的A14版本的iPad Air 也都是同用的 那我们这一次就会以我刚刚入手的 13寸的M4 iPad Pro的型号为主 来帮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对比 比较一下Comfortouch 还有巧控键盘它们的差异性 看看哪一个更适合你 那首先在形态上面 它们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 巧控键盘它的拆装很方便 展开的状态 需要的桌面空间也比较小 你要放在大腿上面打字不成问题 但就是可以提供的角度比较有限 而且机身的四边是没有保护的 你拆下来使用就等于是逻辑的状态 日常使用上面是真的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因为意外有时候不是你摔到它 而是别人的东西打到你 那Comfortouch它本身就是有一个 带支架的保护套 加上磁系的键盘上盖所组成的 那这个保护套它是全方位包覆这iPad的 除了预留息附充电Apple Pencil的地方 四边四角都是有包覆起来的 所以它的保护性绝对会比巧控键盘来的好 那如果说你是常常需要去切换成娱乐模式 看影集看社群甚至是画画写笔记 或者是像我这样子就是把iPad 当成是第二萤幕的使用者 键盘用不到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把它拆卸起来 节省桌面的空间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拆卸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的把它反折到后面去 键盘的功能它会自动关闭避免无处 虽然说连接键盘在使用的时候 它需要桌面多一点点的空间 但是Combo Touch它有10度到60度的调整范围 手写的姿势也会比巧控键盘来的舒服 那新的巧控键盘 他们这次是把键盘的材质更改成为铝合金 那外侧这边的材质一样是矽胶的 和上一代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没有一体成型的大面积矽胶了 它中间这个铝合金的角链处这边它是外露的 以我自己长期多年来的使用心得 我觉得这个材质在初期摸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舒服很有质感 然后也不沾染指纹 但是它容易沾染灰尘 然后也不耐刮 我自认我是一个非常会保护产品的使用者了 但是用久了它还是会变成这样子 那Combo Touch这次它的材质质感大升级 以前比较常见的就是使用牛镜灰的编织布料 现在键盘的底部这边 它把它改成了低碳铝织的底板 比较容易沾染指纹 但是擦得掉好保养 那其他都是轻肤光滑的塑料材质 而且这一代瘦身有成 它的厚度减少了22% 重量减轻了15% 那这两款它们的重量都差不多是660克左右 那值得一提的是 巧控键盘它还有再自带多一个USB-C的接口 可以用来充电或者是扩充使用 那Combo Touch的话它就没有这样子的设计 但这个我觉得也蛮好解决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自己会再去连接多一个Hub 市面上超多 这样子你就能够同时的去充电还有传输档案 那因为它的保护性也比较高 所以连接Type-C的这个接口这里它也是有保护的 那你的Type-C的接头就不能够选择用太大的 不然有可能会插不进去 如果有使用Apple Pencil的话 都可以直接吸附在侧边的上面 因为巧控键盘它上面就是一个裸露的设计嘛 那Combo Touch的话它是有一个凹槽的设计 所以整体在使用上面的感受 虽然说两者它们都是需要用到双手才能够打开 但是Combo Touch它因为有这个凹槽的设计 所以比较好的去操作 只是打开之后你要再弹开多一个支架这一边 那巧控键盘的话它比较难打开 但是一打开的话就能够直接使用了 那这一次Combo Touch它还有另外一个大升级的地方 就是触控板的这个面积 相较为上一代变大了67% 那比巧控键盘的触控板还要大 操控上面是顺滑完全没有延迟的 也支援多点的触控 那依然是采用可以按下去的这种结构 而且上下左右四个角角这边都是按的下去的 那巧控键盘它这一代是改成了Haptic的震动回馈 质感是蛮好的 但说真的就是除了手感上面的材质外 我反而觉得Combo Touch它更大的触板会更好用一些些 那按键的部分 两者它们都是有背光的设计 布局方面这一次两者几乎都是一样的 都有上方14个功能的按键 只是略有不同 在Combo Touch这里它多了调节键盘的背光就有两个按键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截图的按键 截图按键很方便 那巧控键盘这边它多的是App的切换器 搜寻还有锁定键 这个就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那我个人的建议是截图还有调节键盘的背光会更使用一些些 不然你每一次要调整那个键盘的明暗度的时候 你都要去到控制中心里面去进行调整 那锁定的话本来就比较少用了嘛 那搜寻根本就是你按下Command加Space 去能够做到的事情 不需要单独的给它一个按键 那打杆的部分两者都蛮接近的 他们的键程都是1mm 也都是剪刀角式的结构 但是巧控键盘这边毕竟它是铝合金的材质嘛 所以触底的回馈感会比较明确一些 非常接近MacBook的打杆 所以这样子比较下来 相信大家心里面应该有个底了吧 就是哪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加码分享两个Logitech的产品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些都可以当成是iPad的配件们 第一个就是键盘的替代方案 如果说你的使用情境是非常非常偶尔才需要在iPad上面去打字 或者是你可能原本就有一个保护壳了 想要在重量上面尽可能的轻便 方便旅游方便出国 那你可以考虑这个方便携带型的蓝牙键盘 Logitech Keys2go 2 轻巧蓝牙键盘 无敌轻薄 它最厚的地方还不到9mm 重量只有222克 比很多的手机都还要轻 一样有半高的方向键 还有上面一整排的功能键 除了像亮度啊 音量这些比较常使用到的快捷键之外 还有像是表情符号截图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快捷键 你甚至可以去自定义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说 那按键的结构它也是剪刀角式的 键程也是1mm 按键表面的材质这边它带有一点点磨砂的触感 提供恰到好处的摩擦力 用久了也不会打滑 另外就是它还内建了一个带有磁力的键盘保护盖 你放在包包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提供保护性也有防沉的效果 在你打字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折到键盘的下方 这样子就等于提供了你两段式的键盘支架 其实Keys to Go 2 它没有限定一定要去跟iPad去做连接 它采用的是蓝牙的连接方式 所以它跟其他的Logitech的键盘一样 它是可以去连接三个装置的 而且相容于各种的系统 那它也可以去透过Windows或者是MacOS 它们有一个Logitech自己的App 叫做Logic Option Plus 在这里你可以进一步的去设定F4的F12 9个按键的功能 除了常见的选项之外 它也有Smart Actions 我觉得比较难得可贵的地方是 Keys to Go 2 它使用的是可以替换的电池设计 它出掌的时候就预安装了两颗CR2032的扭扣电池 那官方说 如果你每一天持续的打字两个小时的话 你可以用三年 对于这样子便捷性携带轻薄的键盘来说 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用久了电池会有衰退的问题 也完全不用担心电池老化就不能够再使用 也比较环保 那唯一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它所使用的是这种新型的螺丝 你要用T5的螺丝起子才能够把它打开来 第二个iPad加码的配件就是手写笔 这一支M4iPad Pro真的很 我之前的Apple Pencil第二代是不能够直接使用的 它就是逼迫你一定要使用新版的Apple Pencil Pro 要不然你就是只能够使用Apple Pencil USB-C的版本 那对于有绘画需求的人来说 我想应该已经被苹果学一笔了 直接入手Apple Pencil Pro 因为需要压力感测 多了测转双值按压还有触觉的回馈 but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是跟我一样 就是用手写笔的目的只是为了用来做笔记 还有签电子文件 我根本不需要用到Apple Pencil Pro 就是典型的性能过剩 所以这一次我直接没有买Apple Pencil Pro 我是直接拿我之前就有的这一个 Logitech的Crayon iPad来去做使用 我确定M4iPad Pro是可以使用的 那事实上所有2018年以后的iPad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Crayon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了嘛 它的功能类似苹果去年才发布的 Apple Pencil USB-C的版本 定价上苹果的还贵了400块 那Crayon它不需要配对 不需要去使用蓝牙 你打开开关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两年使用下来 我觉得它这个扁笔的设计 不容易让它滚来滚去滚到地上去 那除了不能够吸附在iPad上面 也不支援M2以上才有的那个iPad的悬浮功能之外 其他的功能都跟Apple Pencil USB-C的版本一模一样 包括像素级别的精准度 超低延迟 也支援倾斜角度来去调整线条的粗细 那Crayon它充电2分钟 就可以使用30分钟 充满电可以连续使用7个小时 30分钟没有使用 它就会自动的关机省电 那至于收纳的部分 这也是Combota上面 它是没有做可以收纳这个笔的地方的 你要单独另外再放 这样子也比较安全 不会就是吸一吸就掉下去了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选择iPad的配件是有所帮助的 我是艾尔文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